哈喽大家好 今天想向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从KLSE接近一千只股里面呢 如何少出一些可以操作的股 尤其是一些有基本面 的股如何找出来 我的办法呢其实是很简单 我是用这个Trading View的 Trading View里面呢我可以做这个Fildering 我可以把全部的这个KLSE的股呢 全部立出来这边 这边就全部股了哈 然后呢再把它export出来 这边有一个button export出来 它就会放成一个csv画 过后呢我再把它 import去我的这个 google sheet的这个template里面 这样呢它就 我们就可以做个统计做个分析 你可以看到呢我这个law data 就说从A这边开始 到这个 AM啊 这边呢全部都是这个Trading View的那个 刚才那个law data来的 那我如何去说才写呢 首先呢我当然有这个column先 我要有这个股名 它过去最后的价钱 这个last close 然后呢这边有这个52周 最低价是多少 比如说Mare Bank 它52周最低价是8.26 52周最高价是9.10 当然呃这边有些performance啊 就说它 ready performance money performance three months six months yearly 这个是看你个人的选择 不是很重要的 还有volume average volume 这东西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marketcap so需要有这个marketcap 呃我就是从它最高的这个 市值呢排做下去的 因为对我来说呢 如果要有基本面的话呢 最少应该都是top20%吧 就是说如果KLS有1000只股的话 大概有200只股应该是算是不错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2080的定率 呀 这个marketcap 通常如果要操作这些基本面的话 最好是在这个200只最高市值的股 然后呢有这个price to earning ratio PE 啦 呀就是它过去一年的这个每12个月的PE 比如说Mare Bank就是12.74 BP就是12.62 等来就是16.34 PE就是拿来看一下它这个股值的 然后有这个ROE 就是看它的股东回收率 通常越高的话就越好啦 比如说Mare Bank就大概是9.6% 啊 BP呢就比较好一点12% 呃其他的 你看那些通常这些top20%呢 都是有这个啊 证书的啊 啊下大人亏钱嘛 就是富了啊 就这样子来看的 越高越好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呃 基本面呢就是说有没有free cash flow free cash flow就是这个啊 自由现金流啊 非常重要的哈 啊 这样就是说它公司到底有没有真正的 有赚到钱 真正的有剩下钱来 有的话 当然是好啦 但是也要看到有些公司 比如说一些 正在发展中的公司 grove的一些公司呢 他需要用钱去发展嘛 所以他的成人的cash flow 就不是很漂亮 但是这个ok了 总之啊你要自己做功课 其他的比如说price to book EPS啊 这些呃也是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这边有个cost margin 我比较喜欢用的其实是net margin啊 据说他真正赚钱是 呃 他真正赚钱的这个 呃 margin是多少 呀比如说 manbank是18% 然后manbank是30% 那个是5个 bcgm是20% 呀 所以他赚钱的这个就是 其实是打来看他赚钱的人力 这个下一个呢就是dividend dividend per share 每一股呢大概去年呃 呃过去四个月呃过去四个月呢 大概是有0.30%一个股 这边呢就是每去年呢他就给了这个 大概是有这个钱 通常如果他有给dividend 他有人去派息啊啊 这个肯定现金呢肯定是ok了 不然的话他怎么有钱派给股东呢 啊呀 所以有这个的okok了 另外一个是debt to equity ratio 这个呢是拿来看他那个什么 他的balance sheet呢 就是说他的负债 呀 呃 那些金融股manbank呢可能不是很久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 比如说等那个啊 你看他1.59啊 就是说他的负债呢 比他的这个资本呢是多了大概是60% 当然是如果要一个很强的一个strong balance sheet的话 应该就是要少一点啊 呀 不要你负债的负债的话 尤其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现在不是很好啦 就不许不可以要有太高负债 而且呢这个利息越来越高嘛 你太多负债的话也是很麻烦啊 所以那个你要给更多利息 那debt呢 就说他的这个呃 当他的这个debt呢 减掉他的这个什么 这个现金之后呢 就剩下来就是进负债咯 这样我如果把它调整过来的话 比如说呃 我就可以算到他是现金是多少 比如说银行股是很难算的啊 比如说你看等那个 他有84亿的这个负债非常厉害啊 但是呃 但是呢 BCK呢就是negative negative就是说他有positive 净现金是一多啊 这个不同呢 就是减数就比较好的哈 然后呢 什么指标要呢 这些是呃 就是分析的不是很重要 然后当然就是看你这些呃 industry 这些东西 ok 这样呢 就有这些这些 这些 ratio 嘛 跟他这些资料 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些资料全部有了之后 就我们就可以做些资料 资料 资料呢 怎样讲呢 啊我这边这个formula是说他到底是不是top 20%呢 就是呃 最高200间公司 这边就有yes 这只是很简单的啊 然后他从他这个52周 最高呢 下来是多少 这边主要说那边就是说他从这个9块多到这个8块多 只是相差3点多8,800 然后他从他这个呃 bc game呢 哎就常常厉害了咯 从他最最最最顶部呢 这次已经跌了差不多整33%啊 所以我们从然后呢 bc bank呢 也是跌了差不多整15%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已经从他最近的52周已经跌了多少啊 跌的跌的跌多的话呢 可能就有机会去捞底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很不是很跌的话就没有意思了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52周 低的就是说从底部这边弹上去多少 呃 比如说为什么比如说my bank呢 就说哎 他从这个50周星期弹上去 已经大概是6点多巴仙 然后讲bc game嘛 bc game是从顶部下来是30多巴仙 但是他从底部弹上去的也是2点多巴仙 就是说他现在的股价呢 也是非常接近这个50周星期的 这个呢就给了我们一个捞底的一些机会吧 啊有机会 嗯当然最后的时候他就要看图形啊看图表的 有的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size选 比如说我这边说我不叫bcash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要从底部去捞嘛 啊去捞一些有没有一些股呢 我是可以去捞底的 要我这边选择呢 就是说如果他已经从顶部这边跌了超过30巴仙 然后他在底部这边又弹上去10巴仙 就是这样子的图形啊 就是我说已经从顶部这边还跌下来 10巴仙 再弹上去10巴仙你看到吗 就是从 就是从这边弹上去了的 他没有继续往下掉 他已经是弹上去的 让我们 呃 这样图表的啊 但是呃去捞底的话 你要选一些好的公司嘛 这边我就说哎 如果他有 如果他有 net cash 有现金 然后又有给dividend free cash flow 又是呃 又有free cash flow 然后呢 PE又少过三折 又说是便宜的啊 啊 所以你看一下呢 这个摘取的话 这些都是一些 net cash啊 pare dividend啊 free cash flow 都是一些啊 有记忆本面的股啊 啊 不要随便去看到低 就去捞 等于去捞一些比较炒作股的话 就很很惨了啦 然后这边有个叫200个marketcap的option 就是说你如果觉得哎 我只是要操作200 top 20 穿的的话也是 就是一个Y就可以了啦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主要是拿来捞底的 然后再下一个呢 就是要看一下有什么strong balance sheet 为什么要看这东西呢 因为当 呃 就很强的这个呃 什么资本 资本负债表呀 要很强的 就是说通常呢 这些公司呢 都是为生 可以在这些经济不好的时候 都生存下去的哈 啊 就是说他的这个balance sheet 是非常漂亮的 啊 而且呢 我放那个叫ROE158 就说我觉得哎 你漂亮没有用啊 你要赚钱嘛 所以下一个15%的话 就是说他也有能力帮股东赚钱 同样的fee cash flow要多个零 这要读一个地呢 就是说我不要他的负债太高 呀 要少过呃 只是他的这个资本的一半 这样经济不好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这么容易倒闭 所以我说这个是strong balance sheet 嘛 当然有给dividend啊 批扇扇扇扇这些东西 他就有一个月的哈 然后这边呢 就有一个 ok 你有strong balance sheet的话 有一个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说 他是有很强的能力去赚钱的 我们就叫做strong probability 这样这边呢 差不多一样 但是主要一样东西 不一样东西 就是net margin 是超过15%的 就是他赚的这个钱啊 是15%啊 不要是赚那些 因为是为什么呢 如果经济不好的话 你赚他两三% 并不小钱 又亏钱的话怎么办 啊 这样我不是中超了 所以我选一些觉得 如果你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都可以超过15%的话 就说你这个啊 竞争能力呢 还是蛮强的 这样的话肯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一个呢就是net cash 只是把他net cash再转过来就好了 就是这样子罢了 ok 现在怎么按两集 有这个四个选择之后呢 我这边其实有做个builder link 有的啊 然后builder呢 比如说我现在找这个bottom cash 我按这个bottom cash 没有 这是google shake啊 我是按这个strong probability 我按下去 他就自动的把我全部的股呢 都是从这边啊 就是这个啦 有符合 re超过12% 内马云超过15% free cashflow大过两 p超过三成 又给dividend的 就全部那边有个yes跑出来了 啊 你可以看到这些股了啦 这些股就是有的啊 啊这些股闪出来 就说他现在啊 现在他有这个赚钱的能力 但是并不是说要叫你去买啊 你还是要继续做功课的 这样最少呢这些呢 他会帮你选择一下 有这些选择 哎这个不错嘛 所以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下啊 ok 然后旁边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他有这个 比如说这个pccam 他出的ok之外呢 他有这个net cash 但是我们也知道pccam 他接下来好像业绩好像不升好了 因为这个这些东西都是过去历史的数据啊 并不代表未来他也会这样子 所以功课还是要做的 不是盲目的相信这些数据 这个就是porn profit咯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 啊bottom cash啊 这个就是捞底的啊 捞底的话就是这个啦 啊这个那个这个这个 所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些很多外的去捞底的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pccam啊 有点的hapi 这些都是跌了 已经超过30% 啊 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低呢 啊这个 不是说他是不是下跌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啊这个工科才是要做的啊 啊这个就要配合这个技术分析 跟那个基本面分析来做一些比较漂亮的 不是说看到看到跌就要买啊 你可以看到呢这边有很多股嘛 啊如果你觉得哎我要选择 太多了了 我要选择 只是有这个marketcap 20%的 哎你看到没有 其实老实讲啊200啊 只是有这个Y 只是pccam罢了哦 其他人是没有的啊 据说其他的老 只是有这个pccam呢 他只是这个top200%的 这个top220%的这个marketcap 啊 这是pc 这个example 目前是要做的啊 所以我可以开发option呢 然后呢 这有这个sum balance sheet也是一样啊 他就飞得出来 全部yes 然后全部yes 这样子你自己去参考一下 然后这边有个nex cash的啊 倒出来也是一样的可以去参考 这样就有了这个表格嘛 是讲的如果我如果你要 比如说我现在要找一个很强的 呃 balance sheet的 因为balance sheet是比较重要 现在啊 一定就不好嘛 这个前步嘛 四次外 然后我看一下哪一个是有top200的 哎 看一下只是pccam罢了 其他的不胜负了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呢 除了这个 很强的balance sheet之外呢 这边也是有strong这个profit嘛 所以可以比较一下 哎 我如果又要 我又要有这个很强的market 呃 balance sheet 又有低又很strong balance sheet 又有很长 又有很赚钱 又超过15%嘛 然后呢又有lank cash 看到吗 这样我们就知道在这个pck好像不错哦 有没有不错哦 有没有机会呢 啊这样再去看一下他的这个分析 他的这个基本面 然后呢再去看一下他的图 啊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图的 老实讲我们来看八卦下看他的图啊 然后他图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把他弄成pccam 你看到他也是你看到啊 已经从底部的test到很惨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啊 我把他这个我把他这个我把他打开他 我把那个技术指标打开他啊 我们可以看到呢他 老实讲的他现在是形成一个 呃底底高啊 但是呢他先去我是下跌的我 他还没有止跌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跌呢 还是往下跌吗 他支撑就是6.65咯 所以现在也不要记住去跌倒了啊 而且因为他头部有很多这个什么 啊套了盘 我觉得要跌倒的话呢 最少要等到他有这个higher low 底底高弹上去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那时候呢最好呢 我连这个指示线呢也是往下拉 突破一个 最少突破其中一个筹码主力线的时候啊 去捞的话我觉得ok了啊 那时候再捞ok了 所以你看呢我们就是这样子配合 选出来之后要再配合这些技术分析 再配合这个筹码主力线 配合这个呃什么啊 啊 投马峰配合200天均线呢 是投马峰 大概大概呢 我们知道要什么时候下手吧 然后如果你是基本面的话 通常都是把资金呢 就你的资本呢 分开几个啊 不同的呃 batch的啊 你不可能一下子在 比如说这次跌倒这边6块 啊6块6弹上去的时候 第二只脚形成的话 你有100k的话 你不可能把100k马上去的 你可能放ok我放20千 然后呢如果又看下他哎 好像优点回来了 你又去加码 什么东西这个资金呢 这个分配呢 策略呢才是要自己去体位的啊 总知道呢 这些股的就不要all in 因为这个是基本面不错的股 呀当然你要做些功课 为什么还会下跌啊 也叫做些功课 ok 啊 你可以依照我刚才讲的方法呢 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filtering 但是如果你懒惰的话 你也是可以参加我的这个youtube member 因为这个表格呢 我是share给我全部youtube member 就全部会员 他们都可以access到这个话了 我通常呢就是放在这个啊 在你参加之后呢 所以任何会员呢 就算你只是10块钱也是有了哈 你就去这个membership里面 你会看到呢 啊这边我就把它放在这边来了 我这边有个link 你按下这个link之后呢 你会打开搞成了讲这个话 啊你就不需要自己另外做 但是如果你自己做的话 你是可以做成一模一样的 也是ok的 我是建议呢 你最好是key 啊明白一下 为什么我选这些cadelia啊 啊 为什么我选这些cadelia 然后 啊自己的功课 自己做的cadelia 那你真的是懒惰 你不明白的话呢 你就可以参加我member 啊你去按 只需要按这个dry button 罢了 你就可以去参加我的member 这样呢 你就可以 可以 到这个话出来啦 哎呀 当然你最好不要学出去啦 如果是member的话 ok 这些当然这些方法呢 都是我的个人看法罢了 一个只是一个教学吧 并不是任何的啊 买卖建议 功课还是 这个只是帮你找出一些好的股 功课自己才是要做的 基本面跟这个就是本期呢 双建合币呢 最好是要配合一下 再加上这个资金管理 跟这些风险的管理呢 这样呢 你就可以应该可以利益不败之地吧 啊 然后慢慢的等他就赚钱了啦 ok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有任何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视频 地方去share 放弃like 也可以用这个super supertext来赞助我 或者说参加会员也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 搭车锅也是可以的 啊 好